中华危机 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刻 三千两百多名风华正茂的南洋华侨义无反顾的回国参战 为了回国抗战 他们不惜放弃高薪 改名惯性 虚保年龄 女扮男装 身怀赤字爱国之心 加入南洋机工队 在缺乏技术机器的情况下 年线二十余万 包括妇孺老幼在内的十多个民族民众参与修筑 他们自负行装工具 自备粮食 仅用十九个月 打通这项浩大工程 滇满公路 以牺牲三千余人的生命代价 创造了世界注入诗上的奇迹 文字幕志愿 nostru 旅 expend捕华案 在1146公里滇缅公路上 他们不畏先路陷情 仗机威胁 雨水泥泞 缺衣少食 风餐露宿 人机挨饿 日军轰炸 用汗水 鲜血和生命 呼吸爱国主义光波里 南小机工回国参与抗战的历史 是一段归煌而悲壮的历史 三年间 他们抢运五十多万吨军需物资 和一万五千多辆汽车 还有那些无法统计的其他物资用品 他们用生命打破敌人封锁 维系中国抗日战争对外交通运输的书写馆 生命线 1146公里 三千两百多名南桥鸡工 一千多名战死 并亡 失踪 一里一魂 青山处处埋中国 风消消息 一水寒 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 名气三千两百名南桥鸡工 记住这些民族英雄 记住这段壮烈历史 记住他们的爱国之志 南桥鸡工 爱国精神 永存不朽 爱国基因 一幻相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